今天主要想表達就是說 因為我是一個總體的經濟學家 我在看事情的時候 有些時候我不是在看一些細節的事情 比如說最近大家看到昨天希臘這個事情剛結束 大家以為這個和解了 歐元就一路上漲 大家事實上看到今天的市場 歐元好像是下跌的 因為最主要就是說這個事情 也不是說希臘的總理接受了歐洲的書根條件 他回去怎麼自言取說 你才剛辦了一場空口 你才說你要拒絕歐洲這個不平等的條約 然後你今天簽下一個是比你之前更不平等的條約 你怎麼回去自言取說 所以這個事情還是沒完沒了 但是這個事情基本上 對歐洲的經濟復甦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因為這個事情已經 他到最後來講不是一個經濟問題 是一個政治的問題 就是說擺在這個希臘民主跟歐洲 自己整個歐元體系的運作 雙方怎麼去運作 所以我今天來看這個議題 我也是想從一個比較大的方向 就是說我們來看中國大陸提出這個亞投行 還有一帶一路 我覺得他背後為什麼要提出這樣的一個想法 比他那個內容來講 我覺得對台灣的啟發更重要 因為你先有一個戰略的想法 那接下來細節要怎麼做 就是你可以再去想這樣的一個問題 那我的重點是在台灣 重點不是在中國大陸 所以最後我是希望說大家來提示廣義 我們台灣目前處在現在的一個狀況 像剛才方董事長講 還有早上我們金管會的王副主委所講的 我們金融業現在在這一波 今年的台灣經濟發展當中 金融業相對是表現比較好的 但是這個表現比較好都是意思的 我們應該想的還是一個長期的一個運作 我們金融業需要什麼樣的一個環境 需要什麼樣的一個條件 希望什麼樣的一個策略來能夠長期久安 然後每年都表現這個不錯 所以我很快的先從中國大陸 這個一帶路跟老頭行 來跟大家做一個簡單的說明 那首先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說 中國大陸即便現在這個經濟成長 看起來是有一個下滑的這個階段 大家基本上整個市場不認為 它的經濟成長率可以保齊 可是我們從時間拉長來看 從2000年 中國大陸整個佔全世界 這個經濟規模的排名 2000年的時候是第六名 2005年的時候串升一名 這個超越了大家可以看到 我這邊都有寫 每日德英法中 每次超過一名 到了2014年的時候 就有超越日本 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然後你可以看到 它佔全世界GDP的這個比重 從2000年的時候只有佔3.6% 到了2014年的時候佔了13.4% 也就是說在這個15年的這個期間 它佔全世界經濟這個規模的比重 成長了將近四倍 那它佔美國GDP的這個規模 也從本來的11.6%到現在變成了 將近六成的一個一個一個規模 當然如果從人均的這個GDP所得來講 它可能還是只有美國的不到五分之一 甚至十分之一 但從整體的規模來講 它已經有將近美國六成的這個比重 那這個是它自己本身在經濟實力 過去十幾年不斷的改革開放 所造成的一個結果 但是現在中國大陸的經濟遇到了瓶頸 那它遇到瓶頸的時候 它怎麼解決它的這個經濟成長能 這些瓶頸的問題 需要靠金融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幾年來 中國大陸非常積極的在做兩件事情 國內就是資本市場的改革 就是這個銀行利益要自由化 那國外來講就是人民幣國際化 就是這兩個時代在交互運行 那我們可以看到人民幣現在這幾年的發展 你可以看到中國大陸已經是全世界 第二大的經濟體 那人民幣在國際貿易的收支來講 過去它的坎林很落後 但是現在也已經變成第五大支付工具 僅次於美元、歐元、日元跟銀棒 所以你可以幾乎可以確認就是說 它超越銀棒、超越日元都是指日可待 現在問題是說什麼時候超越歐元 什麼時候成為美金 當然要超越這個國際美元 可能還是要比較長的一段時間 但是起碼它的策略上來講的話 就是它發現它現在的經濟成長模式 不能再依賴這個制造業 也不能再靠這個就是說我投資下去 然後我有這個充沛的人力資源 抱歉現在中國大陸的人力資源也非常的貴 而且它的這個就是說人口老化也開始在浮現 所以它的這個生產力 它的可以工作的人口到了去年來 已經開始呈現一個下降的這個階段 所以它的經濟必須要轉型 那人民幣國際化是它轉型當中 一個非常重要的策略 所謂的這個中國夢 所謂的希望人民幣成為像美元一樣 國際支付的一個貨幣 基本上可以讓它截取某些駐幣權的利益 但這個轉型的過程也不是說 你今天要人民幣國際化 大家手中立刻就自動自發去換美金 大家都配合 你沒有給國際的一些誘因 大家怎麼會去手中來持有這個人民幣 所以這需要一些手段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人民幣國際化初期的這個階段 是用這個貿易支付 然後現在已經進入到第二階段 就是希望成為一個投資的一個工具 然後接下來就成為這個儲備貨幣 可是在成為投資的工具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股票市場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表現 你如果股票市場表現好 大家都會想說換成人民幣來投資這個股票 去年上海的A股成長的大概將近五成 那今年大家會覺得說 它去年已經兩千年漲到三千年漲了五成 結果今年更誇張 從三天漲到五千 結果漲得太誇張又漲了五成 大家會發現這個可能有點泡沫成分 所以最近這半個月以來 這個中國大陸的這個A股變成說上衝下襲 然後變成很多的報紙的評論都在講說 他們股票市場的這個泡沫 那現在股票市場的泡沫 就跟過去兩三年前 房屋市場的這個泡沫一樣 就是說因為他們的這個資本市場 缺乏足夠的這個投資的這個工具 所以中國大陸的老百姓 過去這個房地產好受 大家錢都去買房地產 現在看到股票市場 全部都湧向這個股票 這不是一個成熟的資本市場應有的這個表現 可是你也可以看出 在這樣的一個轉型過程當中 發生這種股市上風下行 其實也是它整個經濟在轉型的過程當中 必須要經過的這個正統期 大家想想看 早期台灣在1980年代90年代 股票市場也曾經上過萬點 然後跌到3000點 所以這幾乎是這個新市場國家 都必須要經歷這樣的一個轉型 所以我個人覺得就是說 股票市場大家投資要小心 但是我在看這個股票市場的表現 我比較沒有在看這個短期的這個波動 我是看它長期的在經濟發展當中所扮演的這個角色 那我們可以看到人民幣國際化的這個腳步 始終沒有這個中斷下來 不斷的跟越來越多國家簽這個放退的這個協議 那今年人民幣也會變成IMF這個特別提款權裡面的五大貨幣的 可能會列入其中一個重要的貨幣 然後這兩天的新聞也就是說 它的一個以人民幣做為這個支付體系的這個一個清算的這個系統 這兩天他們也宣布要成立 雖然說出來的內容有點大失所望 就是說不包括資本上的流通 但是起碼它都是在往這個固定的方向在成立 那我們知道中國大陸這幾年 因為整個房屋市場的這個泡沫 因為投資的這個泡沫 那整個經濟成長就是不斷的在下滑 再加上人民幣的這個匯率在過去幾年 相對於其他國家貨幣是比較強勢的 所以出口也面臨到問題 所以這個經濟成長現在在一個非常明顯的下降的這個階段 你怎麼去找出怎麼去轉型 你現在不能做投資了 然後你城鄉的差距又非常大 然後中國大陸因為這個經濟勢力的崛起 跟周邊的這個國家關係又開始有這個領土的 這個僵域的這些衝突 所以中國大陸現在面臨的就是一個內憂外患 自己這個國內自己境內這個經濟成長不是很穩定 然後貧富全數再擴大 城鄉差距再擴大 然後對外的關係又不是非常和諧的這個關係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普通背景之下 我們看到他提出一個一帶一路的一個戰略思維 那這樣的一個戰略思維 基本上我認為跟美國有非常大的關係 因為大家知道美國這幾年來跟中國大陸的關係 是一個非常微妙的關係 在經濟上他們希望中國大陸的經濟能夠穩定的發展 可是在國際的戰略上 美國對中國大陸其實是一個比較圍堵的政策 比如說在中國大陸的東海沿岸 美國是聯合日本聯合東南亞 希望中國大陸勢力不要一直往外的這個擴展 那在西岸來講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美國是非常擔心 中國大陸在非洲的這個快速的 這個影響力快速的在擴展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歐債危機 那整個包括這個希臘 包括俄羅斯在跟美國起衝突的時候 都是跑到中國大陸希望跟中國大陸來結合 所以美國也擔心中國大陸的這個政治的影響力 不斷的往西邊去發展 所以美國是基本上希望從中國大陸的東岸把它圍起來 西岸也圍起來 那中國大陸面對美國這樣的一個圍堵政策 那內又外漢它能夠提出什麼樣的一個作法 所以這就是我們看到的一帶路 你可以看到一個路上的這個思路 從中國的這個北方、從西安 然後你可以看到走原來的這個思路 一直連到歐洲、一直連到這個荷蘭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海上的這個思路 你可以看到從東南亞、然後到這個印度亞 然後最後到西亞還是到歐洲 所以你可以很清楚看到一個這樣的架構 基本上就是在對美國的這個封鎖 採取一個反圍堵的一個策略 對不對 西邊最後就是要連結到歐洲 那東南亞 而且這個是除了這個戰略上的一個反圍堵之外 那最重要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不管是路上的這個思路 還是海上的這個思路 最重要都是在哪裡 都是在中國的這個西邊 中國西邊就是所謂他們的比較內地、內陸的這個地方 就是說比較偏鄉的這個地方 所以這一方面也透過這樣一帶一路的一個概念 把他的這個投資已經投資過剩了 從東南亞、東南亞、東南亞的這些沿岸的這些省份 把投資往內陸去發展 可以解決他這個投資過剩的這個問題 你可以看到習近平在2013年9月 就已經提出這樣的一個主張 其實他在提出這個主張的時候 中國大陸的財政部已經做了很多的一個研究 你可以看到除了這個一帶一路 另外一個更重要就是亞特航 大家知道現在在國際的這些組織 包括世界銀行 基本上這個是美國人在把持 然後IMF是歐洲人在把持 然後亞洲開發銀行是日本人在把持 所以這三大的這個國際組織裡面 中國大陸是在裡面 頂多可以做行長、做所謂經濟學家 但是起不了什麼決策的這個地位 所以他必須有一個自己的機鬥 來主導這個一帶一路的 這個投資的這樣的一個戰略 你可以看到亞特航的成立 一開始美國是正在反對一見 但是很多其他世界各地方的國家 包括之前亞特航 之前的這個金剛五國的這個營 大家都抱持一個比較正面熱環的態度 而且他亞特航提出來的一個理念 是Lean Clean and Green 而且他裡面跟這個IMF 又有點不一樣就是說 他不會設一個龐大的一個執行董事會 所以很多投資跟代款的這個項目 不一定要經過董事會的開會來考慮 我底下有些單位 所以比如說他的決策來講 會比較務實、比較靈活 那也因為這樣的一個理念 吸引了很多西方國家 來加入這個投資這個亞特航 所以我覺得亞特航跟一帶一路 從中國大陸他的這個提出來 這樣的一個觀念來講 最重要就是說 他了解到他自己 國內現在面臨到什麼樣的一個問題 然後他能夠採取一個反制之道 就是說他認為應該採取這樣的策略 能夠一時兩秒 解決他國內跟國際的這個問題 最後我們來看看台灣現在面臨什麼樣的風景 大家每天最近報紙都在看 台灣的這個出口是呈現一個衰退 大家開始很緊張 開始要提出說怎麼樣振興出口 其實台灣無時無刻就不再振興出口 我們的政府是非常重視出口的這個產業 但是我們常常要講的就是說 我們的這些策略到底是治標還是治本 因為從治本的這個角度來講 台灣是一個小型開放的這個經濟體 你在國際的這個舞台上面 你說我們要去主導一切的這個談判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現在是如果人家願意讓我們加入 那我們就應該非常高興了 但是現在變成說當人家允許我們加入的時候 這個門票往往是很貴的 比如說像TPP 我們要跟美國談判 大家幾乎全民都有共識 大家都說要加入TPP 但是你知道加入TPP 你要付出什麼門票的這個代價 你問一般老百姓沒有人知道 大家問你要不要吃美國牛 大家說不吃 問你要不要吃美國豬 大家說不吃 你不吃的話你進不了TPP 當然你可以不吃你可以進口 但是你不要吃 但是就是說在這個談判的過程 到底我們應該採取付出什麼樣的代價 這個我覺得是說 我們還要進一步來跟全民來分享 但是我從一個戰略的角度來講 這個是國發會管中米前主委 他做的投影片 大家可以看到你今天要採取一個貿易 你一定要跟哪些國家貿易的關係會比較親密 比如說你像Naftar北美的這個自由貿易區 美國很自然的就跟加拿大 就跟墨西哥就有比較大的貿易關係 這個是在1980年代的一個貿易地圖 那個原點比較大的 就代表那個經濟崩溫比較大 你可以看到80年代 台灣在這裡是一個非常的小點 80年代的國際貿易大國是日本跟美國 但是你可以看到到了2010年 整個中國大陸的心情 所以現在中國大陸已經是全世界 數一數二的貿易大國 你說你能夠不受到它的貿易的影響 你說我們暫且不要問說 我們的貿易易程度對中國大陸有多大 你必須要承認中國大陸現在的經濟情勢 現在它的貿易情勢 不只影響到台灣也影響到全世界 所以這個是2010年的貿易地圖 大家可以看到日本的地位衰落 然後中國大陸的地位興起 所以你說我們今天如果大家都有這樣的共識 貿易對台灣非常的重要 然後我們必須要跟全世界結合 問題是說全世界誰是全世界 這個地圖很明顯的跟我們講 現在中國大陸是全世界一個非常重要的板塊 所以不管你喜歡它或是不喜歡它 我們一定要有一個跟中國大陸之間來往的策略 我覺得亞投行跟一帶一路 提供台灣一個非常好的策略思考 像我認識很多金融同業 都在裡面一直在想 裡面台灣到底有多少的商機 那我認為就是說人在做事天在看 就是說只要你有這個想法 只要你有一些做法 你就可以找到這個出路 我自己覺得說台灣現在其實最危險的是 大家沒有共識 有人要往東走 有人要往西走 往東走的不讓往西走 往西走 往西走不讓往東走 往東走 所以大家彼此虔誠 什麼事就是說大家都在原地踏步 所以我主張就是說 往東的就讓他往東 往西的就往西 台灣應該是一個自由開放 就是有辦法的自己就是應該不要去阻礙 想做事情的來做事情 所以這就是我最後的一個主張就是說 台灣是一個小島 台灣需要國際化 我想這一點大家都有共識 但是要怎麼樣國際化 我們不要再彼此虔誠 而且金融業我想到一個非常大的議題 過去大家都認為金融業是支持製造業的 但是大家從來沒有想過 金融業其實可以擺脫製造業 誰說台灣的金融業 一定要支持台灣的製造業 台灣金融業現在的capacity 已經超過了支持台灣製造業的capacity 所以我們除了支持台灣製造業之外 我們還可以支持全世界的製造業 只要我們的金融業能夠幫台灣的經濟賺錢 我們為什麼不這樣做 以上就是我的發言 謝謝大家